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报多媒体新闻,今天是4月14日,联邦移民部今天公布,为本地毕业的大专留学生和外劳推出一项特别的移民计划,容许多达9万人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多伦多疫情热点内的18岁以上居民可接种疫苗,市民踊跃登记,但由于疫苗缺货,预约的市民未能注射。 安省今天确诊4156例,疫王人数增加28人,多伦多1254例,皮尔区593例,约克区476例。 联邦移民部长马首诺14日公布,为本地毕业的专上留学生和从事必需服务的外劳人士,推出一项特别移民计划,引进9万新移民,计划分三个移民项目实施,5月6日打开网上申请系统。 马首诺表示,这一特别移民计划包括三个移民项目,引进2万名医护行业工人,引进3万名从事必需服务行业的工人,和引进4万名本地国际留学毕业生。 前两个项目复败100多个工作职业,要求最少一年的工作经验,后一个项目要求国际生在过去4年,即2017年1月后,在本地大专院校就读并找到工作。 马首诺还表示,医护行业移民项目主要引进现今工作在医院长期护理中心养老系统的医护人员和资格的工作,包括护士、药剂师、社工等40个职位, 必须服务行业移民项目和资格工作,包括个人护理、收银员、售货员、出租车司机等95个职位,覆盖商业零售、生产制造以及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大部分行业的工作。 两项目和资格的申请人,语言必须达到加大语言测试的水平4。 马首诺还表示,新的留学生项目取消了常规移民项目对申请人工作类别的限制,和资格的国际留学生只要在申请时获得工作,并不需要在指定工种类。 对申请人语言要求是加大语言测试项目最低达到水平5。 马首诺特别强调,和资格的法语或双语申请人士三个移民项目不设引进上线, 这次最多接受9万名申请人的特别通道在5月6日起开始申请,一直到今年11月5日收满名额后移民通道便关闭。 今天我们来到诗家保卫Centennial Campus的疫苗诊所,由于缺乏疫苗供应这间诊所今天被迫关闭,临时取消1万个预约。 原本18岁以上,并且居住在M5V、M6E和M6H这三个邮政编码的人可以进行预约并且接种。 今天已经有好几位,因为不知道疫苗诊所关闭,所以仍然过来打算接种,到场后才得知。 我们采访的几位也都表示有多次查看电邮,不过都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我来到家裡,所以我开店的几位,然后在几位期间。 所以他们就带我一天呐,因为有几位疫苗诊。 然后你把病假请了吗? 它很难过去加工资源。 我做了很多时间,经常在raign it在一个普通种正常处理,然后封印要一天,Х 五 几位疫苗诊。 如果不几位疫苗诊时提取,他们没有收到很大的疫苗诊。 如果不有,就不要允許它們允許 今天當地審議員Mitsey Hunter來到現場批評道格福特政府在其疫苗推廣計劃的不足 加拿大衛生部首席醫療顧問沙馬醫生 今天表示,儘管有新的證據表明阿斯利康疫苗與血栓情況之間存在更緊密的聯繫 但衛生部依舊不會改變其對該款疫苗的建議 沙馬醫生稱,加拿大衛生部已更新了疫苗標籤上的警告 以便將這種副作用告知加拿大人 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特定的危險因素,例如年齡或性別 因此我們不要求更新疫苗標籤,以限制疫苗的使用 在對阿斯利康疫苗完成安全審查以後 加拿大衛生部認為不良事件可能與疫苗的使用有關 這一評估結論與其他國際監管機構的一致 但即便如此,阿斯利康疫苗所帶來的益處 仍然遠遠超過注射疫苗所帶來的風險 沙馬表示,國家接種疫苗顧問小組NASI 將再次開會,討論疫苗等年齡建議 就在周二,魁省衛生廳上報稱 一名女士在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了血栓 這是加拿大第一例此類病例 目前該女士正在家中康復 隨著入住深切治療病房 ICU的新冠肺炎患者人數繼續飙升 安省政府將緊急增加數百個新的ICU床位來應對 但ICU病房的醫生和護士警告說 增加床位並非難事 但相應的醫護人員卻不能憑空騙出來 到時有床位卻沒有醫護人員 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安省衛生廳長葉利亞周一表示 省府將通過重新部署人員 推遲擇期手術和轉移患者 來提高醫院接受病人的能力 並增加700至1000個床位 僅在本周末就可以新增350個床位 而多倫多西納醫療系統的ICU醫生德斯基說 首先必須準備好各種醫療設備 比如靜脈疏液泵 呼吸機 透吸機 监護仪等等 而且這些設備還必須是隨時都能提供給患者 然後每張病床都需要有相應的醫護人員 包括呼吸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藥疾師和社工 更需要受過專門訓練的護士 缺一不可 神奇病房和急診護士 烏麥格巴說 ICU病房護士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很短缺 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而讓一名護士同時監護兩名 依賴呼吸機的重症病人 會有很大的安全風險 因為護士在這樣忙碌的情況下 很容易出錯 市議員和衛生專家表示 立即讓所有安省居民預先登記接種新冠疫苗 可以有助調整疫苗供應問題 並且克服對疫苗接種存在任何猶豫的群體 在周三十四號公布的一封信中 多倫多市議員Josh Marlow 以及一群醫生 流行病學家和研究人員 頓出省府對安省所有人 開放其網絡和電話疫苗預約系統 允許居民開始添加他們的個人信息 即使他們還沒有資格接種疫苗 該信提議 預先登記時可以要求居民 提供他們的出生日期 郵政編碼和聯繫信息 之後居民將收到他們已在名單上的確認通知 並最終在輪到他們可以預約疫苗時得到通知 該信寫道 一旦合格 安省居民將可以收到電子郵件或者短信通知 以提供他們進行預約的下一步和疫苗診所的地點 這還可以向省府提供有用的數據 以了解安省有多少人有意接種疫苗 並協助管理疫苗供應 同時提供有關哪些郵政編碼對疫苗猶豫的數據 多倫多明天15號白天最高溫度為8攝氏度 大部分多雲下午有震雨 夜晚最低溫度是4攝氏度 晚上局部地區有震雨部分多雲 今天的新聞內容已播報完 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見